實際上講什麼情況可以兼職 那這個有原則性的問題 那剛才幾位委員發表意見都很寶貴 那持平的論 蔡政委員已經講到那個倫理規範區 那不是兼職的問題 那我認為 在大原則底下 剛才秘書長講過一句話 上一小子課要準備一天 你能夠當到秘書長 做過院長高院什麼都做過 你要去上課還要準備一天 一小時要準備一天 你一個禮拜四個小時要準備十天 那其他什麼事情都不必幹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法官兼職當然就是說 有他正面的 司法研修所那種的運動 有些傳承 爸爸聽到講有些傳承 那是很寄正當性的 我們在這裡講就是說 不要因為你的堅持 影響到你的本業 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所以這時間規範 包括有些情形 要比較明確的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請請教那個 法務部次長 請法務部前市長 柯委您好 這兩條定了 他要齁 是 以後你是村的事情 還可以發生嗎 你是村 檢察官上媒體 那是 整個夜晚的節目 雖然是他 下班也有事情 他那個是屬於奸職 那不是寫文章 那所謂的言論是有範疇 我們現在瞭解就是說 檢察官 變成媒體的名嘴 你知道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第七款 其他主義影響法案 主義審判 或其職業倫理 職位尊嚴不相同者 其實把職業尊嚴拿掉 這個雖然是拿掉 但是這個職業尊嚴 事實上有寫他的道理 好 報言 那十六條跟十七條 其實他規範的是兼任 而不是兼職 那兼任呢 必須有那個職位 像說你去大學教書 你擔任的是講師 副教授 助理教授等等 如果他沒有那個職位 像說擔任名嘴評論 或者寫文章評論 演講 這個因為沒有那個職位 所以都不在第十六條 跟第十七條 規範的範圍之內 這個 第七款寫的比較 第七款寫的比較 他錢錢錢的帽子 但是 帽子不得兼任 下業職務或業務 是 你去罪名證是中協務 但是他沒有職位 所以他不是兼任 他是職務或業務 對 他前提啊 前提是 不得兼任 因為現在 一兩關 準用法官法 不得兼任下業職務 或是業務 這個解釋上面的 我現在就是說 我比較推的就是說 這 我剛剛想說 每天上媒體 而且媒體現在媒體 這只有立場 沒有示威的 所以這需要 保護到哪一個 這是哪一個了 檢察官守則 或者司法官守則來規範 我是希望說 第一個 像 像李子村這樣的行為 到底有沒有法可以管 你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鼓勵呢 還是呢 還是 不管 通常不管 還是 沒有辦法 不服服服 檢察官守則裡面 也是有這樣子規範 其實 像 他怎麼規範 檢察官不得以 私人或機關代表名義 任意公開發表有關職務之不當言論 自損及機關生意 及檢察官形象 這是在檢察官守則第十條裡面的規定 那 李子村的電視都打開 法官地方法院的檢察官 代表 代表他的機關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要說得清楚 就是說 其實 方官、檢察官都有社會一定很嚴重 也要前衛性存在 我們在 因為 立法官法沒有意思要貶抑這些人 是 謝謝 但是這樣 這些人的社會責任 他必須要有一個分距 就是說 像李子村那樣 偷緒行為 以後能不能 停止下來 一定會 規範 其實 李子村 在當任檢察官所發表的 有不當言論也 曾經 受到處罰 怎麼樣處罰 呃 申戒 他是 他 他 他有被 被處分過了 這樣 所以我 我認為這兩條是應該講一些就是說 嚴格性的問題 就是說 你要檢察 沒關係 你想到 你 是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 那至於 那 寫文章 我看林孟黃也常常寫 黃英華也常常寫 還有那個 那個 一個什麼 張聖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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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在寫啊 甚至 都很 有不同立場 嚴格指判 但是他的文章 他都會看得到啊 那麼每一個都要處分嗎 附近工具有一大堆啊 批評檢查中長的一大堆啊 所以言論自由是另外一筆 你說 他說 福官 寫文章 一定叫他來講 這個 這個都不對了啦 坦白講 不管他 贊成藍的 單人綠的 但是太過分了 那 我會 自立回事情嘛 有些基本上 言論自由犯罪 還是 這個社會還是要 要 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兩條 應該就是說 把這堅持的 部分 擬清楚 時間擬清楚 應該是啊 剛才 台灣委員說 要鼓勵 我不認為要鼓勵啊 你本來是這個最好官 我不是你勾勵 你有什麼堅持的 這個就不對了 如果要勾勵 叫憂鬱否官 每天都沒來錢 那如果他還要清楚 還沒有辦法表達清楚了 憂鬱否官到事 他本來就沒有什麼案子啊 這邊領薪水啊 這也沒有考核啊 蛤 因為法官 他 這種的啊 剛才清楚的 那種的 我去驚討主 倒是還有 還有 說 適得其所啦 那我法官 我法 每天都沒用 就說 像房地產能夠去 大概他是 弄行任職啊 當行任職 也比較有可能 這樣第一線的法官 我看很困難 但是這個東西 我認為還是 要 要有一些準則 好不好 是是 你會有法官 跟學校嗎